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小幅扩张取得0.2%的增长 逆转上个季度2.4%的萎缩 贸工部今早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我国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季节性调整后 环比增长2% 个别领域方面 制造业在电子、精密工程和生物医药制造业领域的带动下 同比取得7.5%的增长 随着更多公共和私人领域建筑活动的逐步重启 建筑业的萎缩幅度收窄到20.2% 服务业也萎缩1.2% 批发、零售和交通以及仓库领域仍然在复苏当中 第一季度萎缩了4.1% 贸工部将在下个月公布上一季的经济报告